根据落线卫生部公布的最新数据 截止周四 零售连锁业者Target位于霍桑北岭的分店 都出现三人确诊感染中共病毒 另外在喜瑞都的分店也显示有四人确诊 对此为了了解详细情况 本台记者多次打电话联络Target位于明尼阿波利斯的总公司 却无人回应 但依据记者了解到的情况 显示至少喜瑞都分店仍在营业 根据今日美国报道 Target周四宣布将于8月1日起 强制全美入店消费的顾客佩戴口罩 但这项规定不包含本身具有健康状况的民众和儿童 为了加强宣导 Target将在店门口安排员工并设置告示作为提醒 确保顾客戴口罩 对于没有携带口罩的民众 入口处也将提供一次性口罩 目前Target在全美已经有80%的分店执行口罩规定 其他将于7月20日下周一 开始强制戴口罩的业者 包括沃尔玛、山姆俱乐部、COLS和CVS等 清唐人记者王自义综合报道